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位我们的观众菩萨在问 帮他的朋友问 说好像是他的小孩要送来一部经 帮助他的小孩会有帮助 相关这个问题是因为大概是 后来我们视听主查过是8月26号那一集 因为也有家长问到说大考年 小孩考试应该怎么样 他问的是怎么送经回向帮助他的孩子 我想这个功课其实父母有帮孩子 这个回向这份功德的 你送什么经来帮助 另外就是孩子其实用功还是要靠自己 那么所以我想建议就是说 你还是看回8月26号那一集 那么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另外就是也有问到 我这里看到问是说 说看到在哪里看到说 诵经完说一定要念补缺真言 那他一直在经书的法会里头 并没有说看到有要念 他说这个是什么呢 有一定要念吗 补缺真言 那么这就要看有一些经书 他有的是放在前面 有的放在后面 那但是有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念呢 其实是没有规定的 所以各位看一般我们法会并没有来念诵 那这个就是说这一句补缺真言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弟子这个诵经 难免有些疏漏或者是妄想 所以其实请佛菩萨见谅 就是这个这个意思 那么所以只是说咒语 他就是用这个咒语的形式写下来 那我们只是这样念着 并不懂他的意思 那如果说像一般我们诵经 哎呀这个一部经这么长 中间因为我们呼吸也会停一下 但是停的时候 你那个眼睛视线 然后跟你的注意力 是一直跟着经文的 那中间并没有断 但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卡了一下 或者真的是念错一个字 或者漏了一个字 像这些 有的时候真的也是难免 那但是这个法会后 或者送完经后 心里头都会去跟佛菩萨讲一声说 今天有一点疏漏 其实意识就是一样的 所以您问说有没有一定要念这个补缺真言 那您看在经书上不一定都有 法会中的没有 可见是不一定 但如果说因为你跟着这个供修 比较容易专注就这样跟着念 你就算你有 比如说我们咽个口水 喘一口气 我停但别人也还在念 所以这部经还是完整的 但如果是你个人在念的时候 你会挂爱说就我一个人 没有念到就是没有念到了 但意念有跟着那是OK的 除非你真的是错漏啦 忘念啦 这个心跑掉啦 像这样子 你在你要用补缺真言也行 如果金本里头有负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这个心意 诚意是最重要的 今天送的不是很好 我下次一定会注意这样 这意思就是一样的 我这样子来回答这个有关补缺真言的部分 另外还有一位 我们的观众菩萨问 说他是已经受菩萨戒的 那在哪里 他说提到说 听到满千法师的开示 有留言说 建议他可以参加短期出家 所以他在问短期出家 是不是跟受戒一样 还是怎么样 也问到有没有年龄限制 这一些 我要说受戒 比如你受五戒 那这个戒会单纯就传授五戒给你 如果你受菩萨戒就传授菩萨戒给你 那你短期出家是传授什么给你呢 如果在佛光线的短期出家 如果是男众 他受的是沙咪十戒 那女众受的是四叉摩挪六法戒 所以这个都是等同是属于是出家人的戒律 但都是初学 还不是真的 像我们要受比丘比丘尼戒这些 就不一样 但是他已经是进入出家的行列 在做修持 所以在戒会期间 因为你毕竟是在家居士 那你在这个短期出家之后 你还是会回复你的居家生活 所以这个出家就叫做短期出家 每一个道场他传授的像有的短期出家五天七天 也有一个月又一年 也有短期出家两年 你像泰国他就把短期出家当成 就是好像是有一些国家他要义务服兵义这样子的 就男众一定要经过短期出家 那所以每一个国家道场 说这个时间长短是没有一定如何 所以如果 因为我不晓得我们这位观众菩萨 他是在哪一个道场 你可以去请教 而且短期出家也不是说随时都有在传 那你像在我们在台湾的总本山 他一年 现在有疫情 当然有不同的这种行事力的安排 不一样的处理 因为也不能急中 那所以如果说以往 我讲以往 他一年至少两次 一次是在暑期 因为暑假一些大学生很多 就特别为年轻人办了这个暑期的短期出家 特别为这些青年朋友 那之后在秋冬年底的时候 还会再办一次 那一次就没有年龄限制的 这一些提供给我们这位观众菩萨做参考 那最近的问题 我比较急的先回到这里 回答到这里 那总是希望各位 我这样看下来 大家对学佛难免多多少少 有一些想要询问的 那我也尽量在我们早安佛光里头 可以的话就回答 那最近我听到一个小朋友问的问题 我说这个问题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疑惑 这个稍后过几天我再回答各位 因为我要查询到这个问题的源头 我要询问到印度那一边 要帮我查一下 然后就是像这样 所以不分这个对象 只要各位知道的话 我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那尽量能够回复各位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